中家集團再度前進大專院校 中家寬評吉隆總經理李宇萍 和吉隆商工主任黃仲銘 共同簽署合作一項書 除了將培養學生成為數位媒體公民之外 也將提升學生的媒體素養 從兩年前我們感謝中家電視台 能夠跟我們的航空電子科去做一個 採取合作的一個方式 我想我們航空電子科也透過 中家電視台給我們的一些機會 可以到我們包括基隆市各個活動 我們可以做一些拍攝 做個實習 包括從我們的影片的規劃 企劃 到整個拍攝 剪輯完成 那甚至我們未來也是想 跟中家電視台合作是 我們能夠從事公民記者的一個活動 能夠讓所有的學生經過媒體試讀 這樣子一個訓練 能夠有我們很好的一個 包括能夠判斷新聞的真偉 能夠去做一個我們責任的一個歸屬 以及能夠把這個東西 去做更好的一個社會的一個宣傳 中家寬評吉隆身為在地媒體的一份子 我們很高興能夠長期 今年又再續跟我們基隆商工航空電子科 簽訂產權合作的計畫 那我想現在的媒體越來越多的訊息 還有資訊也越來越多 如何識別真假真偽 這一項工作是我們中家寬評吉隆 長期在推動的事情 那我們也再一次感謝我們基隆商工與中家寬評吉隆的合作 面對現今傳播型態不斷的變化 真假資訊爆炸時代 中家寬評吉隆 以及用商工航空電子科再度吸手 這幾年來教導學生如何聰明辨別假訊息 同時運用基隆商工航空科專業的空拍技能 讓學生能夠善用媒體成為一個數位媒體公民 我們平常在生活中接觸到的就是電視上 只能看得到螢幕 然後現在簽訂這個合約之後 我們可以去了解或是去看一下 參觀說電視台的一些運作之類的 現在所有的科技應用 不管是無人機或者是其他的攝影或者是手機 其實它都是緩緩相扣於網路上面的一個平台的媒介 那其實在無人機法推動之後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有的坊間的企業單位 他都是在訓練認證考試 可是他沒有一個完整的一個媒體試圖跟媒體的辨識力 那我覺得在學校的部分 既然我們是教育單位 應該走的會是全教育的部分 除了技術的訓練之外 在觀念上面更是重要 需要給學生一個正確的方向 簽約儀式上邀請了世界金牌小丑林家橋帶來精采表演 中家寬評特別頒證書給通過公民記者認證的學生 鼓勵學生們做一個聰明的公民記者 市政府名政處長張元祥特別出席簽約儀式 肯定中家集團和基隆商工推動媒體試讀 中家基隆在三年來跟我們國立基隆商工 在基隆地區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以及人才的培育 在利用基隆商工航電科系 能夠跟時下最流行 最被使用的空拍機 使用的一些專業學生 透過媒體試讀禁用權 媒體禁用權的概念 讓孩子們能夠成為公民記者 而透過這樣的參與 不但提升了媒體試讀的能力以外 也提升了學生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在台灣日漸進步的不單單只有無人機 在地企業中家寬評吉隆 提供多元的媒體種類資源 透過不同的跨界專業 讓學生們除了原本的專業課程 也有機會走出校園 接觸在地的媒體產學合作 創造雙贏的機會 記者黃紹銘金融報導